位于宜蘭县境内的太平山 是早期台湾三大林场之一 走进这里处处充满着丰富的森林资源 不难想象在伐木事业兴盛时 这里的热闹景象 林务局从72年开始转型为生理游乐区之后 才有现在这个规模 那这边有台湾最容易到达的 那个原始的块木跟扁薄里 就在我们的破山公园的原始域里面 风风车是因为要让游客去体验说 以前那种运踩的那个轨道的那个方式 然后才有现在的这种风风车的产生 和阿里山一样 早期的三菱铁路功能都是为了载运木材 而现在则转为肩负着带领观光客 体会太平山之美的纵着大任 首先来到原始森林公园内 这里有着台湾最容易接近的天然原生块木林 走在里头享受芬多金 而步道两侧则开满着高山杜鹃 以及各式各样的生态物种 来到这里犹如来到了人间仙境 而原始森林公园外坐落着有70年历史的快木小木屋 是当时的招待所 这里曾经接待过蒋经国总统 如今已改为太平山文史馆 为太平山伐木时期留存历史见证 在环保意识高涨的台湾 伐木事业已走进历史 取而代之的则是转型为国家森林游乐区 如今这里地域通通地域盎然 更能显现大地的生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喂国家检左软 诧lled 然后这里找上去